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俄罗斯从边境地区撤离而通 伊朗储存的有大大超标 德国报复俄罗斯关闭俄国处得的领事馆 德国抓获资助恐怖组织的疑犯 一个荷兰人流亡 中国不满美国制裁中国的企业和个人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苏格兰的城堡只要3万多欧元 一再拥有280厘势的苏格兰城堡位于一座具体庄园里 目前售价不到3万5千欧元 令人难以自信? 不幸的是 出售仲半随着附加的条件 必须耗资近1,400万欧元进行强制性翻身 悉德兰群岛之下的小岛费特勒 上面一座城堡只有几十名居民 这座城堡由苏格兰商人尼科尔森在120年建造 他将城堡建立在一个40公里的庄园里面 并借鉴了他在法国瑞士和意大利旅行期间 注意到的建筑物 城堡中的最后一位居民尼科尔森夫人 在80年代离开了这座城堡 此后这座建筑物一直空会一天 1998年 成立了一个基金会以维护这个建筑 这个基金会现在正在出售这座城堡 寻求一位慈善的企业家将这个城堡改造成为世界级的世外桃源 只需要微不足道的三万五千欧元 就可以拥有带有庄型的城堡 但是感兴趣的买家 还必须仔细地阅读里面的细徵 这个基金会要求进行强制性翻身 其中必须保留现有的建筑 此外还必须建造24间俄室和一间餐厅 据估计强制性翻身工程总共耗资不到一千四百万欧元 这个基金会说 根据我们制定的计划 我们可以尊重这座建筑的历史特色 将来入住这里的客人 不单可以欣赏北海的壮大景色 还可以参加瑜伽以及仿迹的课程 体验针迹和编织这些赤德兰群岛的传统工艺 俄罗斯说摧毁了沃南的军舰 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三声称 俄军两天以前在奥德萨港一枝导弹集中 摧毁了沃南最后的一艘军舰 不过基辅并没有立刻回应这件事 根据《路透社》的报导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 科纳申科夫在针对俄罗斯战事的每日解冒中说 乌克兰海军的最后一艘军舰 尤里奥列菲连科豪 在奥德萨港一的军舰停泊处被摧毁 他表示这艘军舰在5月29日被高精度用武器击中 即是导弹击中 但是并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致 沃南的军方并没有立刻回应《路透社》的致命请求 沃南的官员星期一表示 俄罗斯当日少了时对沃南西部军事目标的袭击中 导致5架飞机失灵 而猛力的凶宅在黑海的港口无得杀引起了火灾 目前《路透社》没有办法自独立核实 双方的聚信 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三还表示 俄军已经将沃南的军队 赶出了顿列茨克地区一些居民定居点周围的阵地 顿列茨克位于沃南东部 去年9月份被俄罗斯吞并 俄罗斯国防部就指 位于两个定居点之间的大城镇阿富蒂夫加 周围仍然继续激烈战斗 经过几个月以来的战斗 阿富蒂夫加已经大部分移为平地 俄罗斯从边境地区截利而同 俄罗斯将从沃南接洋的地方疏散数百名而同 别以哥罗特西部地区的安全局势将继续恶化 这个州的州长格拉德科夫 告诉社交通讯平台 今天首批三百名而同 将被转移到沃南列茨 格拉德科夫谈到 俄罗斯边境城镇 社别记录不断恶化局势 那个地方一个星期 至少被炮更三次 造成建筑物的破坏 和人员的伤亡 这个州的州长 分享了一张游乐场附近被烧火的汽车 和一枚火箭落在路上照片 烏克兰方面的袭击 不单止限于边境地区 星期二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也成为了无人机袭击的目标 俄罗斯媒体报道说 无人机在总统普京的 乡间别墅附近被击落 但还不清楚这个建筑物 是否也是目标 普京将无人机袭击莫斯科 描述为试图官司恐惧 但是 沃兰政府方面 就否认派出无人机 发动袭击 伊朗储存的油大大超标 国际原子能监督机构IAEA总结说 伊朗浓缩的油 比以往国际供应的油多得多 据估计 浓缩油的库存 是伊朗政权 和世界核大国 2015年达成的协议23倍 国际原子能机构估计 伊朗浓缩油的总负质量 是4744公斤 而2015年的限制 是202公斤 看来 德克兰政府已经不再遵守协议 因为 总统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政府 取消了和伊朗的这个协议 伊朗表示 他们需要浓缩油 用于核电阻架发电 不过西方担心 伊朗的伊斯兰政权 会将这些材料用于打造核武器 德国报复俄罗斯 关闭俄国驻德国的领事馆 德国的外交部星期三 5月31日宣布 作为对莫斯科的报复措施 柏林 将吊悬俄斯五个领事馆之中的四个 开放的虚恶症 此举 是在俄罗斯政府将 允许留在俄罗斯的德国政府官员 包括在文化机构和学校工作人员 人数的上限 设定为350人后做出来的 德国外交部发言人告诉记者 这行措施 致在建立两国之间的人员 和结构的对等 这个发言人表示 俄罗斯在限制德国和这个国家的存在方面 采取了升级的措施 他说 这个不合理的决定 迫使德国政府大规模削减 其在俄罗斯所有领域的存在 今年年底后 俄罗斯只有驻帕南大事馆 和另一个领事馆 被找到开潜 德国抓获资助恐怖组织的疑犯 一个荷兰人流亡 德国警方在调查 资助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过程中 逮捕了7个人 此外 还搜查了一名荷兰男子 在林普的房屋 据德国司法部门说 这位男子 是调查中的验疑人 但是目前 还没有找到他匿藏的忠证 德国的警方有大约一千多名警察 参加了这次行动 在德国全境里面进行搜索 一共搜查了一百多间建筑 7名被捕的验疑人 分别拥有德国 科索欧 土耳其和摩洛国国际 据德国的司法机构说 他们曾经在敘利亚 为伊斯兰国筹策资金 据说 这笔钱 被用于帮助囚犯 逃离最美的难民刑 此外 至少有6万5千欧元 亦被转移给伊斯兰国 这些嫌疑人 将在今天和明天 在法官面前出现 不过 今天荷兰警方的有关部门 都并没有回应 记者有关这个案件的提问 布林肯呼吁北京同意交强沟通 在美国的媒体 指中国拒绝安排国防部长李尚福 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会面之后 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5月30日表示 他对中美的防长 未能够会误感到为暗 布林肯在瑞典出席活动时表示 最危险的事情就是不沟通 美军早前指中国空军的一架战斗机 上星期五在南海上空的国际空位 靠近美军的一架侦察机 进行了不专业的方式拦置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 美军的飞机正在国际领空 执行例行的任务 此事件表明 美中定期开放的沟通渠道很重要 包括两国国防部长之间的沟通 而最危险的就是不沟通 结果会造成误解 他说 美国和中国方面存在真正的竞争 但美国方面 希望不会演变成为冲突 重新定期沟通的重要 在北京 中国的外交部表示 美方长期频繁派舰机 对中国进行近距离的政策 严重危害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 这种挑衅性的危险行动 是引发海上安全问题的根源 美国方面 应当立即停止有关危险挑衅的行动 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的措施 坚定维护自身的主权安全 中国不满美国制裁中国的企业和个人 美国的财政部 以参与跨国销售非法药品生产设备为理由 宣布制裁13个中国实体和个人 美国5月30日 对中国和墨西哥17个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 只用他们参与生产含有分泰力的假药 并且运往美国 美国财政部的声明表示 撤在中国的7个实体及6个人 以及撤在墨西哥的一间企业及3个人 遭到美国当国的制裁 遭制裁的人士 参与将压染机及其他设备的销售 相关的设备 用这张假模的商标 压到非法生产的药丸上 这些药丸通常含有分泰力 并且违望美国 中国驻美国事故的发言人回应说 美方对中国企业及公民的制裁 将为中美禁毒的合作 制造上一步的障碍 损人害己 中方对此予以强烈的谴责 将继续采取必要的措施 维护中国企业及个人的合法权益 中方发言人又说 美方实施这次制裁的藉口 是这些中国实体和个人 向美国和麦西哥 销售压片机 模具等设备 发言人说 众所周知 压片机和模具 是普通的商品 具有合法的用途 广泛运用于正常的工业生产中 而且 根据国际惯例和通行的做法 保证国际货物 不用于非法目的 是进口企业的基本责任 亦是进口国政府的法定义务 将分美国政府一关 好 今晚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为止 我们明晚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